蛇王女醫生麻醉弱過趙開刀 她說你頂住就可以了 做手術就是這樣的 何女士又眼失明 但懷死組織十幾年來不斷增生 會令到眼球不腫發炎 去年二月覆了兩點半 去到香港眼科醫院做手術 不過遇到的竟然是十年來 每天都禮遲的潘醫生 很不情願的 就會不斷說做了是沒有用 可以不可以 王女士說遲了半小時的潘醫生 將麻醉針跟進右眼袋的時候 叫來叫去 當時我叫很痛 她還要等一等 拿針上來看 她就說失去了 她說打這麼多次眼部麻醉藥 都未試過這麼痛 最慘是麻醉藥力過了 潘醫生都跟她繼續開刀 異脆膜蓋化和鋪皮結膜 做完手術的韓女士借右眼 痛到好像有幾千針隔著 要找私家醫生看 但是 院方就回覆指 手術效果良好 會提一提醫護人員要好好跟病人溝通 還說潘醫生已經申請提早退休 但是執業眼科醫生會會長就說 做做下手術麻醉藥失效 除非病人好忍得痛 如果不是就應該補打麻醉藥了 我讓你讓你來打麻醉藥 我給你打麻醉了 沒什麼 我給你打麻醉了